没关系 哎呦 不是给你 不是给你 是想赢了吗 但是这个礼物我非常喜欢 只要是杨子和做过男艺人 让不少的网友入戏太深 当初与李线拍戏的时候 线男友可上透了 童年与韩商言的爱情 简直甜鸟牙 杨子可真的太懂女生的想法了 总是出演的甜剧 让不少人都想谈恋爱 而最近与肖战的余生夫妇 也是如此 杨子与肖战的互动 毕竟与李线会更甜蜜一点 杨子不愧是百搭女神 与李线与肖战搭戏 完全不会出戏 但要是从现男友与部位中选择 只能说成年人不做选择 两个都想要 这份荣耀也只要杨子才能体会呀 当杨子的追问 李线与肖战你最喜欢谁时 杨子却犹豫了 霸气怒的一句 大家都是兄弟 我都喜欢 没有之一 杨子不愧是端水大师 简直太真实了 其实肖战与李线中 与杨子最有细体感 非肖战莫属 毕竟两人私下在余生的花絮中 真的超级无敌甜蜜 肖战完全就是杨子的理想型 余生夫妇真的不会因戏生气 对此两人会有可能在一起吗 欢迎留言评论